肌肉与关节发生移位和挤压 心跳节奏加快 血液在动脉和静脉中轰鸣 在怀孕过程中 体内的每个器官都在发生变化 由一系列激素引发的这些变化 在怀孕初期便会出现 在受精后的几天内 胚胎就会着床于子宫内膜 因为它的DNA与母亲的DNA不完全匹配 理论上来说 免疫系统会将它视为一个入侵者 并对其实施攻击和摧毁 就如同对待细菌和其他的有害微生物一样 于是挑战出现了 母亲的免疫系统需要同时保护自身和胎儿 但又不能像往常那样运作 事情并不像降低免疫反应那么简单 相反 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此 我们也才刚刚有所了解 它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 其中一些细胞似乎在保护胎儿 免受其他免疫细胞的攻击 人体还在子宫颈上 制造了一个由黏液构成的抗菌栓 以防细菌入侵 并保持蜜蜂 直至分娩 随着妊娠的推进 子宫会随着胎儿的生长 而向上和向外伸展 为了腾出空间 被称为蕴酮和松弛素的激素 会对肌肉发出放松的信号 那些在消化道内推动食物和排泄物的肌肉 也会变得松弛 这使肌肉运动变得迟缓 使其通过消化道的速度放慢 因而造成便秘 胃部上方松弛的肌肉 可能使胃酸逃入食道和咽喉 引起胃灼热和泥流 这些变化会加剧沉间孕吐 部分原因是HCG激素引起 也可能发生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 不断长大的子宫会挤压横格膜 一块每次呼吸都会扩张和收缩胸部的肌肉 这也限制了横格膜的运动范围 作为弥补 黄体酮激素发挥了呼吸兴奋剂的作用 它使孕妇呼吸加快 让她和胎儿在肺活量减小的情况下 也可以得到足够的氧气 这也可能使孕妇感到喘不过气 同时肾脏制造出更多的红血球生成素 一种提高红细胞生成的激素 肾脏还会把额外的水和盐分储存起来 而不是将其过滤到尿液中以增加血液容量 孕妇的血液容量会增加50%以上 但血液也被稍微稀释了 因为其中的红细胞含量只增加了25% 通常人体利用食物中的铁元素制造血细胞 但在怀孕期间 胎儿也从母亲的食物中吸收营养 以建立自己的血液供应 从而减少了母亲体内的铁和其他营养成分 心脏必须格外用力才能把血液迸送到全身和胎盘 孕妇的心率会增加 但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血压在健康妊娠内如何变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因为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与心脏和血压有关 扩展中的子宫会压迫静脉造成下肢水肿 如果压迫到被称为下腔静脉的大静脉上 就可能干扰到血液流回到心脏 导致孕妇在站立过久后 血压下降感到眩晕 其中有些变化甚至在婴儿出生前 就会开始发生逆转 在分娩前夕 胎儿的位置下移 从而减轻了对横隔膜的压力 使孕妇能够进行深呼吸 在分娩期间 体内多余的积水会因羊水破裂而流失 子宫会在分娩后的脊周内收缩 就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 妊娠会影响大脑 但我们对其影响却知之甚少 最新的研究显示 妊娠后和早期育儿阶段的大脑成像上存在差异 表明这些变化是适应性的 这也说明它们可能有助于提高育儿技巧 比如由于婴儿不会说话 母亲对面部表情的解读能力会有提升 缺乏有关妊娠对大脑影响的信息 也突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 几乎所有历来有关妊娠的研究 针对的都是胎儿 而非孕妇 对妊娠的体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既出现在健康妊娠范畴中 也由复杂的健康状况引起 新的研究将帮助我们了解其原因 并开发出必要和有效的治疗方法 同时 每次妊娠的情况都不同 婴儿向医生咨询任何具体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 我们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致力于令人震惊的怀孕生物学的研究 正在蓬勃发展 想要深入了解情绪和心理压力 对身体的影响 观看这段视频 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不断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